今天我们供养这个供养的部分 三十九页 供养那个省盖 这个敬颂就是这里 华丽 宝散 环金饼 周边醉宜 月异式 行事善妙 戒身行 异常开展 供诸佛 对 那这个我们保审的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佛教界常常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的话 供圣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上师都有就是保审 这是那个环金饼 对 还有就是开展 不是我们整起来的这个 开展的时候它非常的悦意 我一看到就心里就是产生了一些的欢喜的心 有这样的一个保审就是供养三宝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属于是供养的部分 形色嘛 形状跟眼色 庙 善妙 善妙 见 身形就是它的形状也好 颜色也好 非常的好 善妙 不管是谁见到它 在那些产生了一种欢喜的心 有这样的一个保审就是我们供养三宝 佛就是这样可以的 对 这个也是异常开展 开展就是不是整起来的 它一定要收藏起来 对 供养诸佛 那它的解释就是 哦 这里 重宝所成华丽的宝伞 宝伞 对 环境为比 周边择以重宝所成 约以视频 跌坠 形色善妙 借其身形 对 一场开展供养诸佛 这个是敬送的一个解释 当然是没有什么这个深奥的 这个是简单的 大家就可想知 你想想就知道 如果你就是看 这个是平时我们所看到的 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供养就是 最主要的强调就是 不是说我们平面上 把一些东西是供养 这个是 比如说供养给谁 所以这个是我们 强调的部分就是 一定要自己的心嘛 对不对 动机起心动念 当然是佛法 而上的强调都是一个情形动念 对 一定要看自己的动机 那一定要有 就是同样的那个布施 跟供养的这两个的 供复的就是一个 舍弃是一定要有 比如说你供养也好 布施也好 不能舍弃的话 还是去执着的 这是对自己来讲 还是有不利的东西存在的 对 还是就是这样吧 对不对 我去年供养给你的 你现在做什么 在哪里用的 所以还是会出现这些的话吧 对不对 所以供养就是 这个在佛的那个 内藏当中提到的 比如说东西 比如说一个家族的 他的遗产 所以属于谁谁 这说佛是真的是 对众生来讲的话 他就是 确实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他的恩德是不胜美举的 佛就是我们一个人 就是照顾到每一个人 比如说每一个人 就是宰家也好 出家也好 不管是谁 如果你过生活当中 怀着怎么样的心态来 就过生活 才能够你得到了一个 自己拥有的 想要的一个东西 就能得到的 所以不同的方式来 就是引导众生 就是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没有 仔细地去探究的话 也许会产生一些的怀疑 这个是肯定 也许会产生怀疑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比如说 佛教里面说一定要供养 一定要布施 讲讲这样的东西 所以一些的 有些人就是 财富有没有什么雄厚 还有就没有什么 所以有些人就是 丑丑犹豫了 比较多 有些人就是 自己就是只是吃饱而已 没有那个生下的 什么什么的 供养的或者是布施的 那内心的人来讲的话 他怎么去修行 对不对 卡住在这里 他没有布施的物品 他也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供养的 那个供品没有的 那这样的话 他怎么去修行供养 或者是布施 这些的问题的时候 所以前面讲过 比如说我们 完全骗满三千大千事件的 五组的这种的物品 最愿意的都是一个观想 把这些的都是一个供养 给诸佛菩萨 内心去舍弃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我们 从那里得到的加持 或者得到 佛的温省力 我们得到的这个 加持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如果你有 就是很多的东西 就是可以供养的 还有可以供布施的 很多 但是你不知道 怎么去布施 怎么去供养 不知道的时候 还是也就是 执着在这地方 还有人家供养 今天供养比较多 我比较少 应该是我的功德力 比较少吧 对不对 这些的道理 都是我们 汉传也好 或者战传也好 所以过去的专记里面 很多有这种记载 我们也听说过 那个达姆祖师 一开始来到 那个中国的时候 所以一开始 去接他的那个人 他有建造了很多的寺庙 还有养了很多的僧众 他认为是说 他自己有很大的功德 他一开始 那个达姆祖师 所以一开始 见到他的时候 问他说 你觉得我的功德多大 那达姆祖师 就是跟他讲说 你一点功德都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气得要命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 我刚才讲的 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认为 这个是我 春春的一个布施 春春的供养 但是你实际上 这个佛法的真正的 他的规则 内容 不懂的一个人的话 都是一个变成我 一个趋下于 流于形式 只是我们自己认为 这个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不对的 还是不合乎逻辑 佛法也是 它也一定要有 就是规则 一定要有 就是规矩 不是说 你想什么都做什么 这是没办法的 对 不管是怎么样 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是 所以因果的道理 就是不弃宽的 有了什么样的因 就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两个的 中间的一种 关心就是 谁也没办法去改变的 这是一定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修行也是一定要 用这样的 正确的道理来推理 一定要就认出 他的正道 才可以就是 我们能修到一个 有效的一个 修实践 这是很好的 不然的话 我刚才前面讲的 自己揣测 揣摩 应该是那样对 应该是这样对 我们揣测 揣测出来的东西 都是几乎都是 应该是不对的 所以仿佛就是这样 所以 由于佛菩萨 他们的教会 他们的教导 来就是导正 所以改变 改善 这是应该的 就是这样 供养的时候 一定要舍弃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供养的时候 一定要供养的对境 是我们离境 一定要知道 它是一个 完全功德海 它有具足一切的功德 完全是 它就是清净了 一切的过怀 所以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一个 规矩的对境 当然是我就是 发自内心 就是一定要把这些的东西 供养给他 这个也是为了谁谁 我们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也好 为了就是 无数的众生也好 所以为了自己得到佛国也好 为了自己得到 截图轮会也好 这是看个人的一个意志力 你的意志力多强 所以我们看个人的动静 这样就可以了 对 不想的话 你不知道的话 我刚才讲的一样的 我们不失的时候 你内心没有舍弃 那个东西落到别人手上的时候 也许会产生后悔了 对不对 这些没有舍弃的话 就会产生的 产生的 就是还有跟着他 就是执着 或者还是有就是 准许做 发生很多事情 对就是这样 OK 那再来就是科判认二 李静分二 那第一个是鬼因 就是与赞扬 那我们 我跑到上面去了 不是我们的教材太大了 所以就是我就是快过去了 OK 那你看 已经供养宝山 再来就是我们乐器 这个乐器的供养就是十一乐器 又与供养聚 好 乐器宜人取 乐器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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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处 对 那前面我们 讲了很多的供养 供养品 对所供养的 这个前面讲 还是有生下的 所以又与就是 还有前面我没有 所讲到的这些的 所以供养聚 对 那乐器 那个 乐器啊 还有云热曲 就是非常的明妙的 非常的悦耳的 这种的 那个乐器也好 或者歌声也好 等等 这些的都是 为了消除一切有其的痛苦 乐于 那代表是 就像是一个 如云朵一般的 乐器 云朵就是 完全 遍满虚空 类似我们乐器也是 所以就如 云朵一般的 所以遍满虚空 那 住各处就是 它遍满到 各个的角落 那我们 出处都是有 这样的一个 供养的乐器宜 就是这样的 声响 大概就是 有这样的观想 供养就可以了 那有的时候 这个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 古代的时候 应该是 乐器 用什么样的乐器 来供养 那现在的话 还是乐器 各式各样都有 各乐器都有了 对不对 还是歌声也好 明妙的歌声也好 歌声也好 还有乐器 等等任何的 琵琶 或者是吉他 什么什么的 撒纳 什么笛子 但是反正就是各自各样的 都是声音都是一个可以供养的 没有限制的 这个不可以供养 这个可以供养 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人的 妄念 对不对 我们的妄念分别是真的很太可恶的 知道吗 妄念分别是 它就是 几乎都是 妄念分别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非理作义的妄念 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 制造出来很多的 扭曲的一些的事情 制造出来 确实这样 所以我们妄念分别 我们的妄念是分别 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可以调整的 确实可以调整的 但是我们就是太难度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 这是很难的 不容易改变的 这也不能惯了 比如说 我举例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的话 三千轮回当中 每一个众生的话 有史以来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习惯 都是趋下于负面的 非常强 我们都是一个 成立于 就是一个 负面习惯 习气的一个 深远当中 那这样的话 你佛法的教育 当中所提到的 深与义的 一种行为 都是一个 跟我们的习惯的行为 就是完全恰恰相反的 我们现在的乐趣也好 你的爱好 也好 这都是一个负面的想法 对 完全负面的想法 就渗透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就是不以为人 我们就一般人 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人 但是你是正常的人 我们也不敢讲 你是不正常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配合世界人的观感 对不对 如果我直接跟你讲说 你是不正常的话 你肯定会吓死人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对于讽刺的言语 那实际上 我们透过正确的道理 来推理的话 肯定是我们三界之中的 所有的众生 都是不正常的人 曾经买义的大师 也是提到过了 他也是说 从我的眼观来看的话 龙和众的众生 都是疯子 从你们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一个疯子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同的角度 来去推理 那正常跟不正常的 间线是什么 这是我们大家都 就是一定要考虑一下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 先我们设定了 我们自己的目标 所有众生的共同体的一个目标 所有众生的共同体的目标是什么 每一个众生 身为一个人类 甚至是动物 都想要得到一个 自己的快乐 对不对 这个不容置疑的 对 不想痛苦 不理不想 你说痛苦是一致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所有的 所需是一个快乐 好好过生活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终极的目标 不想你说痛苦是 我们确实一个 当然是那个 享受快乐的话 想法是一定排除了 对 不想你说痛苦是一定的 那么这样的话 只要这个角度来去推理的话 那我们融合当中的众生 是不正常的 原因是什么 你既然是 明明是你追求快乐 但是你不会承办自己的快乐 还是就是不但不能承办 承办自己的快乐而已 反而是遭了很多痛苦的因素 所以这就是不正常的 对不对 那真正的正常的人的话 他完全理解 如何去承办自己 暂时跟救济的快乐 完全理解 他也是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 去承办自己暂时跟救济的快乐 他有这种能力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 是一个正常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人的那个社会 生活当中来讲的话 人的社会当中来讲的话 每个人都追求的就是什么 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那如果你就是生活的条件也好 比如说你赚钱或者挣钱 所以上班族也好 做生意也好 不管是什么样 这都是你为了目标 就是为了自己赚钱而去 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代价 这些 那你认为心里想 我要一定要追求 这些的生活的条件 但是我不想做任何事情 每天天都就是睡觉的话 人家肯定觉得你是不正常的人 会不会觉得 肯定会啊 原因是什么 你明明就想要这个东西 那你不去争取的话 你怎么可能得到 落到你的手上呢 对不对 薪水不能就是落到你的手上 你一定要先做工作 事情做好 才可以这个薪水就是 落到你的裤带里面 这是正常的嘛 如果你就是想 我想要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我不想付出任何的 这样的话 人家觉得就是 那个人就是有点不正常的 所以那个就是一定要一个重点 从他的角度来去分辨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正常 跟不正常的事实 不然的话 一般我们就是就像老子一样 这样讲的话 肯定没办法辨别正常跟不正常 原因是什么 本来就是没有正常跟不正常的差别 类似这样子 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刚才在我们所前面讲的 比如说我们追求幸福的时候 那真的是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原因是什么 你想想看 这些的问题都是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或者是在于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一定要心静下来 所以慢慢去推理思维的话才能够理解 原来真的是我常常就是遇到了这么多的一个门槛 或者是贫瘠 这些都是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这都是我们在自己内心 所以不能突破的 这个不能突破的原因是什么 你心里有具足了 我刚才前面讲的 太多的妄念 分别还有非理作与的妄念 它就是不让你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改善 就是导正 就是一定要到现在为止 拥有的这些不正常的想法 一定要改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思想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身与意 就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就会断正起来 才能够就是你的幸福就幅度上来的 你就可以找到幸福 不然的话就是有点困难了 我们的思想太复杂的 知道吗 你看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分别太严重的时候 有些人直接看你的时候 你就是不容许别人直接看你 对不对 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你为什么看我 类似这种的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类似这种的 他马上就恼羞成龙 所以两个人就是 旁边就是 就是私底下讲话的时候 你住在旁边的时候 也许你会认为说 他们两个讲我的事情 是非 你们为什么是鬼鬼祟祟 讲的是大声一点 对不对 我也听不懂 很多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会有出现了这种问题了 这原因是什么 这都是你自己的内心 分别念造出来的一种 所以状况就带来给我们 就是不安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这些的情况我们就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要就计划 改变这些的不好的念头 不好的思想 所以宣说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当然是供养这些的部分也是其中之一的 这都是一个 一方面来讲我们就是鼓励 你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福德 简单来讲 你将来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结局 很好的结果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套了一个包装 看起来好好看 但是没有那么的透明的 对吧 那我们百话 指尖讲的话 通俗话的话 就是你这样去思想 这样的去做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幸福 对不对 但是你得到了幸福 什么样的程度是不一定的 每一个人都就是 你付出了多少 就可以得到多少的 所以这是一定要公平 我前面所讲的 所以我们就是好与勿劳 所以很拖拦 都有了 反正就是想要得到最好的 最殊胜的结果 但是不想 所以吃力的工作 做吃力的工作了 知道吗 确实我们做工作和学习 这两个相较起来的话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 学习是非常极备 真的是难的 工作是还好的 所以就是 这是为什么这么讲 比如说学习就是你 草草草草草的学习就不算了 反正就是你 完全全心全意的 就是投入佛法里面去 日移极月的去 所以思想这个佛法内容的时候 真的很累的 非常累的 它有的时候 就是 比如说内容一现的地方 就是前后还是有 就是出现了一些的字眼上的 一些毛对的感觉 那其他的论点跟经典当中有个 不配合 不太 就是不太对积的地方出现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解释 那所以这些的思想是 透过我们谨慎的态度来去思想的时候 这个是身心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疲惫 对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是值得 一切都是值得 它带来给你很大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利益 或者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得到就可以得到价值的东西 就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 就是想就是马上什么什么 这个是你最好不要这样去想 原因是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 学佛人也好 修行者也好 都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在 所在就是这个地方 比如说 就是我过去不曾学过的 我就是马上就学诗量论 五部大论 所以马上就 马上就想要 马上就成佛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我破冷水了 反正就是实实话 就是这样 那你看就是 我应该是 念受了这个经典 几遍 几遍 几千遍 几万倍 就可以 就投身到阿弥陀佛镜头 等等之类的想法 那就是太简单的事情 没有考虑到 它的重点在哪里 对 所以先了解佛法 一个宏观的架构 里面的内容 它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想要作为一个修行者的话 基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这个有了基础之上 才进一步的去做什么 这些东西一定要知道 了解 这些东西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是 变成我 就是自己揣测 自己揣摩 还有就是 揣测出来 应该是那样好 应该是这样好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揣测设算的 就是你时间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挤 所以一步一步的 这个几天摩萨在入戏流当中 也后面有了 他说你从小的事情 比较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开始就下手 慢慢地去改变 你每天都串洗 不断地熏洗的话 这个东西对你而言 越来越容易的 不可能它越来越 你越来越串洗的话 对它而言 越来越困难 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越来越串洗 它又没有改变的话 肯定是不是事物的部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 你想想看 我们是不想做这个简单的事情 马上就跨过去 最难的东西 就是想要做最难的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连业佛法的 基本的基础的这个概念 都没有的时候 所以马上就想空性 通达空性 对不对 还有讲是无善 无善与其序的那种的 明光 还有双玉什么什么 这些都很高级的 那种的修行的方式 就是弹出来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坦白讲 所以一步一步的 我们也不要就是气敛 不要放弃 肯定会你日常生活当中 它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用这样的一个抗淡 每天都不断地去思维 不断地去使修 修持 改变自己的 用佛法的概念逻辑来 改善自己心态的话 那你的过得也是非常充实 对不对 还是累积福德这些的 就是更不用说了 我举例来讲 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 也有 华人的社会里面 还是战人的社会里面 都有一种奇怪的想法 是什么呢 比如说 休息是一定要 乖乖坐在那里 就是吃诵啊 念经啊 才算是一种休息 那你去学习的时候 今天来 大家都就是来这里 听课的时候 很多人不认为这个休息 知道吗 客观的角度来推理的话 你就是乖乖地住在那里 念了几万倍 所以呢 归发行也好 不管是怎么也好 你两个小时来 去思维归发行的内容 这两个效益 是哪一个比较大的 完全不如思维 这个归发行的内容 就是我们知道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道理就是这样 因为佛成佛之后 测于我们这么多的一个 法门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都是 为了调伏我们的烦恼 为了调伏我们的心 为了改善 我们的心 还有就是 断除所知战跟烦恼战 等等这些的分别法 对不对 那你对于佛法一窍不同的情况下 你日以继夜地念 持咒念经的话 我不敢说没有功德 一定有功德 这个属于是福德资料 用这样方式来能不能改善你的情绪 肯定不会的 它没有这种能力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你完全没有透彻地去了解 你只是持咒念经 这样的一个的话 当然是你累积了一些些的福德资料 但是你能不能进步 肯定不会的 那怎么进步 也许石头就是越来越灵活 对不对 除了这个 嘴巴越来越厉害 除了这个之外 应该是不会有进步的 那你两个小时也好 三个小时也好 去它的内容探究研究 所以思维的时候 那你了解 越来越深奥的 它的内容就了解了 了解的时候 你不用怕了 你心里就了解 是你怎么了解的 你的智慧能力增强 智慧越来越锐利 才能够看得到 看得透 看得明 所以这个智慧是属于是你的 对不对 比如说就像是一把刀一样的 你越来越磨 磨的时候 它就越来越利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砍的 所以效益也是更厉害的 所以它比较锐利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一步一步的去思维 确实我们中文大师讲说 修也是棺材修根 安住修有两种 副列两种 讲道两种 棺材修是什么呢 一定要透过 谨慎的态度来去观察 任何的佛法的内容 跟一切法的内容 彻底观察的时候 这个是叫做一个观察修 安住修是什么 安住修是平常我们讲的禅定 入定当中 对不对 就是装心一意的安住于一个所言善 去使修 这个叫做一个安住修 观察修就是我们现在 你们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 听课 思维佛法的内容 对 听为再来就思维 思维以后就是还是它的内容 就不断地思维的话 那就是这个叫做一个 得到了一些听所称会 跟还有闻所称会 那再来内容了解 不断地去发挥使用的话 那你可以这个叫做一个修持 就可以修所称会 就可以上会就得到的 那完全是不分教派 所有的教派当中 发跃的就是说 希望能够得到了 达到了一个三会的境界 三会是什么 听所称会 闻所称会 修所称会 可以啊 思跟提词一样的 但闻是听词一样的 对不对 反正就是听所称会也好 试所称会 还有就是修所称会 这三个智慧是一个修行人的话 就是密不可分的 一定要有就必须要有就是相关其下 送欲的 还有就是真正的你就是能够修行到一个非常有效益的一个修行的程度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比喻也是跟大家讲过了 你想想看这个道理是推理一下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 一个世界的知识跟佛法上的知识 虽然程度不一样 深入清楚的差别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供养的时候 这个部分我们乐器 还有各式各样的明妙的歌声 或者乐器各式各样的 这样的乐器的那个声音都是我们把这个供养 可以供养三宝 就是诚心诚意的去供养三宝 这个也是得到了很多的累积福德 对 累积到一个很大的福德 这个可以的 又牵手供养中雇物外 对 前面所讲的那个供的一些的所有的供物外 除了这个之外 与供养聚 与供养聚是什么呢 如妖狗等月清及宜人曲 由其为此 以文词 乐语 云 还有遍除其苦 那希望就是说 任何的众生听到了这些的明妙的 乐器的声音的时候 希望能够就是消除众生的痛苦 就是我们可以这些的 这种思想也可以的 当然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供养三宝一些的乐器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歌声也好 这些的供养三宝的时候 我们内心怎么去想 任何的众生一听到这些的歌声也好 或者是妙声 还有就是这些的乐器的声音的时候 听到任何 一听到就所有的众生 内心消除了很多的痛苦 就是这样 厚得满足 对 希望所有的众生 得到了一个满足 内心安乐 对 心里得到了一个 心安理得 乐词 乐语常住各处 所以这样的一个 就如云朵般的这些的乐器 完全片满虚空 常常安住在一个各个的角落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十二 加持共物 无有间断 那这样子之后 我们供养之后 我们就是一种加持共物 无有间断 那我们就是怎么去思想呢 那这里讲的 于一切法宝 佛堂佛生前 珍宝花等于 月无间降丽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子去思想 比如说 那对于一切的法宝 一切的法宝 当然是那个法宝 这个阶段的就是一个大乘的一个法宝 对 比如说 菩萨圣者 他们的道地或者灭地 等等这些的一个法宝 那佛的骗着一切的志 也是法宝 对 究竟涅槃也是法宝 这个都是一个属于是法宝的部分 与一切法宝 那佛堂 对 佛塔 对 再来佛生前 珍宝花等于 那各式各样的珍宝或者花 对 云 月无间到降丽 他就是 就如 这个 下雨一般的 不间断的一个 驾临到 就是佛堂前 或者佛生前 还有就是一切的法宝的面前 不间断的永远都是一个 所以这样的一个降丽 到他们的前面前 就是这个 那再来就是他的解释 这个 与十二分 教集 灭道所设一切的法宝 那这里讲到就是 十二分 这个是一个之分 十二之分 至干的之 之分 十二之分 这个十二之分 就是 经 对 经典 十二部经典 十二部经典 就是有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 十二 教之分 教之也可以 教之 这个教就是 教法的教 这个教就是 经典跟论典 属于是这个教 对 正的话 还是一个 就取下于一个 道的意思存在的 教正恶法 反正就是我们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有两种 一个是正教恶法 平常我们这样的 简单讲的 这是我们 根据 据色论 据色论当中 世青提到的就是 佛教的这个教法 就是只有两个 一个是 教法 第二个是 正法 这个真物的正 对 那教正恶法 就是真正的一个 平常我们 释迦牟尼佛的 教法就是这两个 对 就是这样 正是什么样的 才叫做 正法是什么 正法就是我们 平时所讲的 所有的道次第 都是可以说是正法 对 那教法的话 所以论典跟经典 都是叫做一个教法 这都是一个 世尊传下来的 真正的一个 佛教的教法 就是这两个 那这样的话 今天这里面 就是讲到 与一切 法宝 这个一切的 包含了什么呢 十二 教织 十二部教织 织就是织分的织 这个是我们直接 把藏文 直接放在中文而已 就是十二部经 就可以 这也是也可以的 那面道 面就是面地 道就是道地 首射一切法宝 他们首射的一切法宝 首射一切法宝 是什么 比如说 面地首射的法宝 还有道地首射的法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先 我道地跟面地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 比如说 我们修行者 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或者境界 才可以得到了 道地跟面地 一般的 比如说 教法 正 这个正教 二种的正是 我刚才前面讲的 所有的大道次第 都是可以是 包含在这个正 那个正法当中 这个不是一个 正确的正 正就是正物的正 对 眼自爬的 这个正法就是 包含了所有的道次第 那除了道次第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 还是有了 对 什么呢 平常我们讲的 戒定会三学 被归所摄持的 鉴定会三学 也是属于是正法 这个也可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戒律的戒 定就是成定的定 会就是智慧的会 这三个 我们不是单单地讲 鉴定会 这个有问题的 讲了 被归所摄持的 戒定会 这三个就是 可以属于是一个 正法 就是这样 那真正的一个 道地跟面地 之两个的间线 所以给大家讲一下 对 那平时我们 入道跟未入道的间线 中间有间线 大部分人现在就是 就像跟我一样的话 还是未入道者 我们还没有得到道 还是未入道者 那未入道跟入道的间线 是什么 处理性 有无处理性的差别 如果你不管是谁 你有具备了处理性的话 从此之后 就是你是一个入道者 你还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你穿了什么样的东西 那个衣服 还有坐在什么样的宝座 还有你什么样的权利 但是你心里没有具备了 处理性的话 你不算是一个入道者 对不对 这样 就像是我们出家一样的 现在很多人就搞会了 搞不清楚 出家什么样的才叫做出家 出现了很多人 所以说穿这个衣服就变成一个出家 这算简单 不是啊 出家不是这样 出家是有没有戒律 有无戒律 你有具备了真的是一个戒律的话 对 绿营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绿营当中 七百戒头戒当中 你是一个具备了出家绿营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出家 你穿了什么样的衣服 但是你心里没有具备了 所以出家的绿营的话 这不算是一个出家 就是出家的 它是否出家的标签是不在于衣服上面 所以现在我们不要看错了 对不对 我们只是看插着这样的出家 那里有出家 那这样的话就是出家太简单了 对不对 今天出家明天还有在家 就可以这样的 回来回去 对不对 出家是不是 你受了剑之后 从自己为食之间 是永远都是你是 就是当然是你是一开始发誓 我现在受戒之后 从这里为食之间 我一定要遵守这个出家戒 这样的一个许相农业 当然是你就是 还是有欢俗或者破戒 当然也有的 但是你就欢俗或者破戒了以后 是不是出家不是 他已经没有具备了出家的戒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定要知道 那一样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入 未入道者跟入道者的间线 就是边界 就是一个出理性 有无出理性的差别 那出理性 不管是谁 在内心得到了出理性的 当下就你就是属于是入道者 那你入道者 入道也是不同的三个道 比如说入身为道者 或者入独厥道者 入还有大乘道者 有四三个不同 那你是属于是哪一个道者 入道者 那看你的种性 你看平常讲的佛教里面 那个佛的佛法的教育当中 提到的三种的种性 虽然是我们保性律当中的 经浄业律当中的 讲的就是五种性 这个保性律当中也有了 五种性 五种性是什么 身为种性 独厥种性 大乘种性 不定种性 断面种性 有五种的种性 这是在金砖也论当中提到的 这个米勒著作的 七十五类当中的金砖也论 里面提到的就是 学佛者 还有始修者 有就是一个五种的种性 大乘种性 我们知道 对不对 具备了什么样的才叫做大乘种性 当然是你具备了菩提 大悲心的话 从之后 就可以你属于是大乘种性 大乘种性者 那如果你没有具备了大悲心的话 不算是一个大乘种性者 这个阶段就一定要了解的部分是什么 大家就一定要了解 这个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下 大乘种性者跟佛种性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不然的话有些人容易误会了 这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是 就有误会过了 所以才有我跟你们讲 提醒大家 比如说 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这样 佛种性者 对不对 具有佛的种性 那这样的话 一切众生不是一个大乘种性者 佛是属于是大乘啊 也许会出现了这种想法 这是不一定的 每一个名词 平常我们讲的 每个东西都有每个东西的名词 这个是取名字的意义 或者是意思是不一样的 佛种性的 取了一个佛种性的 名字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切众生将来就能成佛 所以一切众生就具有如来藏 所以一切众生都称他为 就是一个具有佛种性者 那大乘主性不是这样子 大乘主性者就是说 你将来就可以变成为大乘 所以你大乘主性者不是这个原因 大乘主性者就是说 你有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对 你自己完完全全 不照做的 内心恨不得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个知心就是你 什么时候得到了 什么时候才生的 那一刻你是属于 是一个大乘主性者 所以这两个是一定要分开 一定要了解 不要获为一谈 不要搞错了 那不然的话 你就没办法分开的 对 这两个是分开 不然的话会出现了很多问题来了 比如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米勒著作《经专业律》当中提到的就是 大乘主性 身为主性 独绝主性 不定主性 还有断面主性 有贪恶无种的主性的时候 那他讲的就是一个大乘主性的征兆是什么 他又讲了很多的征兆 那个时候对中生有慈悲大悲心 这是一种的征兆 那讲了一个大悲心 具有大悲心的时候 大乘主性者肯定就是具有大悲心以上的人才可以算是一个大乘主性 那如果佛中性者跟大乘主性者互为一谈的话 你的矛盾从哪里出现的呢 所以我刚才讲的 身为主性者 独绝主性者也是大乘主性者 因为是他们的佛主性者 你看这个是互为一谈 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一定要清楚 讲清楚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了解 那么身为独绝主性者 这种不同的 那这里面就是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断面主性者是什么样的 所以金专眼律当中提到的就是断面主性者 后来就是西藏的很多的知识分子也是解释了 当然是这个里其他的印度大成就者论典当中也有了 那断面主性者 他的主性断面的话 他怎么可能将来怎么可能成佛呢 还是有产生的一种怀疑嘛 对不对 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说 结论 简单的词 断面主性的意思说 他将不 完全不是他将不会成佛的意思 他是什么 他相对其他的族性者来讲的话 他成佛的 非常的遥远 非常的远 对 由于这样的原因来 称他为就是断面族性者 对 就是这样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人生当中 人的一生当中 从小到现在 为时之间 一直就是杀身 完全没有上恶的概念者 对 从小到现在 那个为时之间 他就是完全 他的 行业就是类似 他的职业生亚 就是一辆造业的一个职业生亚当中 过生活者 那个人来讲的话 就可以说是一个断面 中性者 对 他就是摧毁了自己的上根 当然是他成佛 自己将来得到 那个截头轮回 或者成佛 越来越远的 距离越来越远的 所以这种的人 可以举例来讲的话 例子来讲的话 类似这种的人 他的断面总性 就是相对 其他的总性质来讲的话 他成佛的距离就是更远的 所以比较远 所以称他为断面族性质 他也是将来就可能 就可以成佛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也具足如来障碍 对不对 所以断面总性的意思是说 他完全断绝了 他的总性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成佛 相对其他人来讲的话 成佛比较远 比较慢 所以称他为断面总性质 那不定总性质的话 肯定会吸引 我们现在就是 有些人 心就是不定的人 类似这种心不定的人 知道吗 心不定的人 就是今天想的 跟明天想的不一样的 今天的计划 就明天计划 就不一样的 那种人不要跟他 跟他就是打交道 对不对 他完全不定性太重了 所以这种的不定性的人 就是类似不定的总性质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他是一个 他以后入身为道 或者说以后他入独决道 他以后入大乘道 完全不定的 不一定的 没有一个决定的总性 那遇到谁 他就是运气好的话 很好的老师 比如说身为的一个老师的话 也许跟着他 他就是入了身为的道 也许独决的圣者 独决的一个阿瑟里 独决的修行者的话 那跟随他 这以后就自己入独决道 大乘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 运气好 大乘 菩萨 或者是教师也好 引导者 只遇到一个菩萨 菩萨的话 也许自己 便成为菩萨的 那个入菩萨道 那这样的种种的 内心不定的一个总性者 就是可以啊 我们现在人世会当中 有很多这种人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遇到你 另外一个人 所以跟他讲讲 一两天就是跟随他 又不到一个月 就是放弃的 还有跟随另外一个人 那所以呢 心就是摇摆不定的人 就是这样的 种性不定 一模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呢 人作为一个人 确实是这个 从世间的法也好 佛法两个角度来去推理的话 如果你心摇摆不定的一个人 非常危险的 知道吗 这个是一定要改变 告诉自己 对 比如说我们 一定要 自己的种性也好 自己的看法也好 先一定要 谨慎的态度来去 探究思维 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一定要把一些的目的 就设定了以后 一定要 这个是你的 放在 就是记得 放在你的前面 超着这个方向 不管是五六如何 遇到任何困难 你不要受 不要接受了 它的干扰和作用 所以一定要突破这个困境 一定要就是 希望能够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以坚持 维持这样的道地的人 这是非常的 那个心 比较定的人 比较有意志力的人 这是很好的 那如果你心摇摆不定的话 那你做任何事情都有点困难了 出错都有困难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自己知道 对不对 别人不知道 你想想看 自己心 比较定的一个人的话 或者是心摇摆不定的一个人 你自己知道 就是这样 那身为主性者的话 当然是他的 对于这个身为的道次第 身为的阿罗汉国 解脱轮回 比较有兴趣 对 特殊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的话 独觉道次第 独觉阿罗汉国 菩萨 成佛 这些一听到 他没有什么乐趣的感觉 他听到了一些身为独觉阿罗汉 所以身为的阿罗汉 或者身为道次第 一听到 心理由就是 鸡皮戈塔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 全身汉毛指数 类似这种的话 肯定是你由就征兆出来的 就你由就是具足的 这种一个身为族性的一种征兆 对不对 在那个释迦牟尼佛提到了 《十法经》 《十法经》里面提到了 《十法经》里面提到就是说 具有智者 菩萨 大菩萨 摩赫萨 所以我们透过他们的一些的征兆 才能理解他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那《十法经》里面提到就是说 他说就像是 我们透过了解烟就能够理解火 透过水鸟才能够理解水一般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伊密瑞式的一个方式来去理解 这个是一个 只是佛法的迷向而已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平时这样子用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在另外一个山坡上冒烟的话 肯定会人家觉得那里就是火灾 对不对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远远的地方白天的话 大概火看不到的 烟可以看得到的 对不对 一看到我们烟的时候 心里就马上就理解说 那里就一定有火 对不对 我们就肯定 透过了解有烟 才能够理解那里有火 这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山木的话 那肯定会就是 山木就是水比较少的 对不对 那远远的地方 你就是会口 那个口非常渴的时候 想要喝水 那一直去找水的时候 那看到了一个水鸟的时候 肯定会你心里觉得 那里有水鸟 肯定这附近有水吧 原因是什么呢 水鸟一定要依靠水而活 对不对 那有水鸟的话 肯定有就是那个水嘛 如果没有水的话 水鸟也活不下去 这些的一些的道理 比如说 我们看到菩萨他们的 言语的表气 行为 对身体的行为 他在这种种族的行为上来 才能够理解 他心里有句子的 什么样的功德 大概猜得到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一样的 同样的一个道理 比如说岳城律师 在《入宗论》当中也提到的 就是说他著作了《入宗论》的 他说听到空心的声音 这个空心没有声音 这个是说空心的这种的词 所以就言语 能全身 反正就是这个佛法的名下 能全身就是他说的内容都是一个空心 对 那一听到这些的能全身的时候 那个人就是 完全就是全身汗毛指数 原来夺狂而出 有这样的种种的征兆出来的时候 那个人肯定是大乘主席书席的人 我做作了《入宗论》的 主要的目的的对象是他 原因是什么呢 岳城律师说 肯定我做宣说了《入宗论》中观的论点的话 对他有极大的帮助 对不对 他说肯定会啊 英文一样的 那你看我们现在的话 听到了空心 每天都听到空心 不要说也赖多空心 除了 连鸡皮疙瘩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还是被烦恼困绑 所以我只就困住了 根本不知道他的空心的要点是什么 他的可贵的支数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那这些听到 宣说了空心的能全身 一听到的 确实那个全身汉毛指数 原来都靠而除 有种族这样的征兆者 具有这样的征兆的人 肯定会他就是 某些程度的了解空心的道理 才会有出现了这样子 原因是什么 我举例来讲 中文大师这样了一不了一句 一开头都提到了 我们三界之中到现在为止 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 竟然不想 临受痛苦 但是没办法远离这个痛苦 完全是成立于这个是一个伤苦的深渊 被伤苦所指摸 原因是什么 三界当中的所有的众生 没有乐趣学习空心的内容 完全不知道空心的内容 所以被我指困住了 道理就是这个 知道吗 那你看 听到空心的这个能全身 他就是身体上有这么感动 内心有这么感动的 主要的道理是什么 他一听到的时候 他恨不得一切中生离苦 得了依然有这种的想法 但是中生现在就是 完全是被无迷困住的这个情形 他了解之后 他对众生的悲悯是很强的 所以他就是全身汗毛指数的 这是不是没有道理的 非常有道理的 对不对 他完全透彻地了解 众生哭出 对吧 我们不予为然嘛 对不对 还是我们这轮回当中的 有漏的受苦 受的就是乐此不平 就像是温水里的清湾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啊 实际上来讲的话 确实不要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现在我们一直谈 就是有漏的苦受啊 有漏的乐受 谈这样的 那你另外一个 更好的一个受是什么 无漏的感受 无漏的乐受 那无漏的乐受 我们过去不曾零受过 那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就是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主要的 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 大成就者 从佛 思雅牧尼佛开始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知识分子 大成就着他们 与中心常的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一定要了解 五米的过坏 你不了解五米的过坏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理解空性的 知道吗 这两个是完全形形相关 比如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骇盗老大一样 他就是完全是那个鬼鬼祟祟的 背后怎么去指挥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眼前出现的一些的那个班派 那个穿了一个黑衣服什么什么的 都在身上有画了一些的刺激的那种的 所以只是看到这些的 背后的这个老板 老大是怎么去指挥 我们也不知道 类似一模一样的 你看贪欺痴吗 我们依然现实的时候 我们就有点感受到了 对不对 我们能控制住吗 肯定控制不住 那控制不住的原因是什么 他背后的贪欺痴 他们的贪心也好 贪恋之心也好 或者是称慧也好 等等吝啬也好 其他的所有的烦恼的 背后的控制者就是一个无谜 罪窟后所 罪鬼后所就是一个无谜 无谜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指 我指跟无谜 是一样的 对 那无谜这个词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一个不吉祥的一个词 对不对 你看无谜是什么 谜的想法是无谜 对不对 那我们谜就是透彻的了解 非常的清楚的了解 这个是谜 对不对 无谜的时候 你完全不了解 不清楚 看不到 这个就是无谜嘛 这是 与此解释的话 就是这个 那我们具备的这时候的无谜的时候 这个无谜 不让我们看到一切法 真实的面貌 为什么金刚经跟大部分的大波日经 金刚经或者是这里 很多的论碟跟经碟当中提到了容幻容梦的这种的比喻 你想想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点 所在就是这个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做梦的当下 自己是一个做梦者 你做梦的当下 你完全了解到 这个是一个虚假吗 完全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梦的当下 我们就没有 不能 就是没有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你跟随自己的妄念 你梦里所看到的 所闻到的 所见到的 都是你认为是 做梦的当下 你认为这个都是一个事实的情况 对不对 那不管是你梦里 见到的 闻到的 看到的 吃到的 不管是怎么样 你做梦者 自己梦的当下 你不以为来是 这个是一个虚伪的 你把它真实来看待的 所以这样的真实来看待的 导致结果是什么 那你梦到了 噩梦的时候 半夜就下行了 行过来的 害怕 对不对 那行过来以后 才可以 收了一口气 啊 这个是一个 虚伪的 假的 不是做梦而已 你看 马上就看穿了 这是虚伪的 我们就 这不是真正 真实的 我们就 行过来之后 才可以 理解到 它是一个虚伪的 不是真实的 对不对 这个是时间比较短 应该是你做梦的时间 差不多一两个小时而已 之后就 马上就行过来之后 就可以看穿 这是一个世俗的 简单的角度来 比喻就是 大波瑞经里面 如幻如梦 让我们了解到 你做梦的当下 梦境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对它的看法是如何 告诉我们 你就是可以思维一下 肯定是你做梦的当下 不是认为是 这个是虚伪的 你把它当作一个 真实来看待的时候 那你看 各式各样的效益都有了 有的时候太高兴 有的时候太痛苦 做好梦的时候 还是行过来的时候 有一点心里舍不得 对不对 希望就是还是 那你看 分别就是 我们的追求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做好梦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是 叫行过来的话 你就要 气得要命 对不对 那做噩梦的时候 就是下行的 类似这样 这都是我们一个 内心 妄念分别的咒诱 咒译就是这样子 它念造出来 我们也跟随它 把它当作一个真实来去看待 实际上是不是真实 不是 它不是如所想下的 你当下如所想下的那样 实际的情况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事实的情况 对不对 这个道理帮到我们 现在轮回当中的众生的 靠法来 就是推理 那你看时间长短的差别而已 从菩萨角度来看的话 三界轮回当中的众生 都是已经做梦 正在做梦 对吧 那现在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 所以你所看到 所闻到 所听到都是你把它 完全是实有的 自己如所显现的那样 事实的情况来去看待 你看你如所如所显现的 如所看到的那样事实的情况是 完全是事实的情况吗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是两回事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你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住 丹林 我们不正常的地方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平时 比如说 这个是明显的一种 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来这里上课 回去 看到自己课题里面 桌子也好 或者椅子也好 你这个桌子跟椅子 你永远都是出去回家的时候 每天都想 这个桌子就 我们也完全感觉不到 它有变化 它一模一样的 昨天的桌子还在 今天还在 今天桌子还是明天在 这种想法很强烈的 你显现有这样子 昨天的桌子跟今天桌子 你也没有 看不出它是一个有差别 看不出来吗 那以时间的 时间来 推理的时候 有什么差别 肯定有差别 昨天的桌子 今天的桌子是有前后的差别 对不对 昨天的你所看到的桌子 是昨天才有的 今天没有的 那也许会产生出现了一种想法 那奇怪 昨天的桌子 今天不在于今天这个时间的时候 那今天这个桌子是从哪来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桌子是昨天的 依靠昨天的桌子而生的 知道吗 所以今天的桌子是昨天桌子的一个儿子 对不对 依靠他而生啊 这个是一个佛法的 英国的道理上讲的 英国的教育上来讲的话 六因四元当中的进去 应跟进去过的一个 互相的饶益互相 所以情形就是如此的 对不对 那以时间来去判断的话 根本不一样的 那所以你自己如所想象的那样 这个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一分一秒钟 你的身体 你的生命有改变 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是没有改变 如果你加入学佛 学佛了之后 也许思维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到 有改变了 今天有改变了 但是我们又看不到的 实际上来讲有没有改变 一分钟以内 你的生命变了六十秒 疫苗当中你的生命变了无数的刹那 这都是我们看不到的 那我们评审认为 就是一分钟怎么可能变了我的信仰 对不对 会有这种想法 这些都是一个另外一种 我们的错误的地方 认知错误的地方 那我们比较深的地方来讲的话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们一看到日和的 四身相外出发 都可以这么说 一看到色法 一听到声音 一闻到香味 一尝试到一个智慧 碰触到一些的处处 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一显现出来的时候 你看我们显现什么样的东西来的 各自独立的东西 完全不需要依靠任何的质分跟成分 不需要依靠依赖其他的东西 每个东西 从它方面成立了一个 单独的一个隔体的独立隔体 一个看得到的 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实有 这个叫做一个知性有的 那实际上你如所想象的那样 实际上这样吗 不是 肯定不是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所看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肯定是依赖你的心 对 它存在也是可以依赖你的心 这是我从为事的角度来去跟你讲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 从为事的角度来去看 中华大师做作了摩纳士跟还有就是那个阿赖耶士的一个结识的作作论 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跟详细的解释 阿赖耶士 摩纳士 巴士的一种作作的一个论点 特殊特别的一个一部论点 这个论点当中提到的 实际上没有去想象的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终身有没有共同看到所看到的共同的近 有 但是实际上来讲 详细地去观察的时候根本没有 我们都共同所看到的一个东西根本不存在 那你看这个时候比较深奥的 你想想看 我举个道理跟你们讲才能够你理解 我举例来讲 我们认为是说 我没有看到 他也看到 也许会有这种感觉存在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出来没有看过阳明山 对不对 那对我而言 我没有看到阳明山的时候 那你认为说 我看到的阳明山不存在的 我跟你讲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并不代表是阳明山不存在的 原因是什么 我看到的阳明山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道理 对不对 那我们两个一起看到阳明山的时候 你所所看到的部分 跟我所看到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你所看到的阳明山的部分 跟自己的业力有关的 你所看到的这个部分 你的心业力有关的 所以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相续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作用 知道吗 那这个是我举例来讲 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是今天我们所共同 这个时候 我看到的这张桌子是不存在的 可以这么说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出来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的东西 那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是不合理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中观的论点当中也是 中论里面也是提到了一些的比喻了 比如说 之前也许跟大家讲过了 比如说 恶鬼道的众生 还有人道 天道 看到了一网 纯粹的一网水 三个一起看到的时候 完全三个不同的显现出来 恶鬼道的说 看到的就是一网浓血 那天道说看到的就是 纯粹的水 一网水 那天道说看到的就是一网干露 那三个都可以使用的 基本上只有一网 那为什么三个不同的去角度来 就看的时候 显现了三个不同的一个三种 这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的智慧 一定要训练 摸一下 对不对 这样的更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阶段讲的一些的道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道理 跟你们讲一下 比如说不然的话 我们佛教界说 哎哟 无明是一个融合的根本 这个道理是根本不知道 无明是为什么说融合的根本 对不对 那个无明是融合的根本的原因就是 无明不让众生了解一切法救济的本质 真相 它不让我们看到的 它不只是不仅仅是不让我们看到真实的本质而已 反而是它起了很多的 捏造出来 对根本不存在的一切法的面貌 那个提醒 那个提醒当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捏造出来的 它让我们执着这个东西 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呢 每个人众生内心起了很多的烦恼 就是这个 当然是我们没有看到无明的过坏 它的直至近 所以它就是捏造出来的这个东西 没有突破 没有彻底了解 没有彻底了解不存在的话 它永远都是我们蛊惑 确实这样 笼络也好 蛊惑也好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由于这样的无明来蛊惑人心 让众生错误的 可以啊 我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我们一看到四川相会触法的时候 从各个的所看到的 所闻到的他们 从各方面成立的一个 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其他的法 从各个方面成立的一个 当独个体的一个 显现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就是 因为无明 受到无明的影响 就会出现了这样的显现 这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这样 所以无明的看法是什么 无明就是 看到任何的法都是它捏造出来 是有的 仔细成立的 对不对 这个无明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肯定会跟着无明啊 那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就开始跟无明打仗 对不对 佛法的武器来就跟无明烦恼大战 谁赢就是以后看看吧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从此之后就是不跟随烦恼 一定要看意 对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跟随烦恼的话 烦恼 硕是你去做什么 你乖乖的去做的话 那就是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幸福的生活 肯定找不到的 原因是什么 永远都是烦恼来就是 扰乱 西法意乱 没办法达到了一个心安理得的一个境界 这都是一个烦恼的操作 烦恼的作用 烦恼本身是一个不寂静不能调佛作 有的心说就是烦恼的定义嘛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佛法的逻辑概念 佛法的道理来就是一定要跟烦恼打仗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一个修行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 我面道所设的一切的法宝 那所以呢 身为入身为的道 入独觉的道者 还有入大乘的道者 这三个入道者来讲的话 道友就是身我的五道 独觉的五道 还有就是大乘的五道实地嘛 那身为独觉五道当中 两道是第一个 两个道是一个反复的道 后面三道就是一个圣者的道 所以我们平常圣者跟反复的间线就是这个 对不对 比如说举例来讲的话 身为质量道 加行道 见道 修道 无学道 有五道吗 你入身为道以后 你一开始入身为道的话 肯定是你是一个身为入道者 刚开始入道者 你是一个身为的质量道者 再来你进步了 转移到身为加行道的时候 那加行道里面有分四种了 暖敌人 施地义法 有不同的四种 但这个是低道的建立当中你们可以学到的 今天这阶段不必讲的 反正就是简单讲讲而已 比如说这两道转移到建道的时候 加行道的时候 加行道有四个层次 暖 敌人 施地义法 暖就是温暖的暖 敌就是有敌的敌 人就是忍耐的人 施地义法就是世界的第一法 就是施地义法 这个都是一个属于是加行道 那身为的加行道 你看它安住于暖敌人 施地义法 还有身为的质量道 这些的道者都是称它为身为反复道者 入道者 身为的反复入道者 那它什么时候变成为身为的圣者呢 它加行道 转移到 圣政空性无我的时候 它就转移到身为的见道 身为见道 通达了身为的见道的境界的话 通知意义上都算是一个身为的圣者 那我们平时讲的圣人 圣人或者圣者 就是这个意义上 才可以算是一个身为圣者 那身为圣者就是身为的见道 身为的修道 那身为的无邪道 达到了身为无邪道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圆离轮回 才可以解脱轮回了 施地就是这样 你达到了身为的无邪道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断除轮回 以及涅槃了 这个是一个战士涅槃 所以得到了解脱轮回了 所以身为的阿鲁汉 这个意义上叫做一个阿鲁汉 那阿鲁汉的定义是什么呢 断除烦恼的不特切勒 叫做一个阿鲁汉的定义 就是这样 那这同样的道理来 一直类推这个读觉的道 一样的 独觉的这两道者 加行道者 都是一个属于是独觉的凡夫道 那独觉见道一上 叫做一个独觉的圣者 独觉无学道者 还有独觉无学道者的话 就一样的解脱轮回 得到了解脱 独觉阿鲁汉 这两个都是一个小秤的阿鲁汉 他们已经断除轮回了 他们已经断除一切的烦恼 所以已经截脱轮回了 再也不会投身三界之处 就是这个 那么大乘的话不一样 大乘就是一开始入大乘的道 这个界限就是入大乘道的界限是一个 有没有造作 有没有不造作的菩提心的差别 如果你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话 什么时候要得到 那开始就入菩萨道 一开始入菩萨道的话 所以菩萨这两道 这是菩萨凡夫 再来转移到菩萨加行道的时候 这个也是算是一个菩萨凡夫 确实有大乘的 加行道也是分类四种 暖地日十地义法 名词一样的 那菩萨加行道 转移到菩萨监道的时候 同时他算是一个菩萨圣者 菩萨圣者就是这个 对 然后监道 从这里监道开始算是 还有分十地 你看大乘五道十地就这样分的 从加尖道开始算是出地 二地到十地分类十地 那跨越了十地的话 那就成佛了 就进涅槃了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是 道次第简单来讲 这个也是蛮好的 所以大概就是我们 以后走的路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对 以后我们就是该走的路 就是这三条 对不对 生我的道 独觉的道 或者大乘的道 三种 那这个可以我们自己去选择 当然是你先走上 就是入生我的道 独觉的道的话 以后就肯定会还是绕了一大圈 就是入菩萨道了 如果你没有入菩萨道的话 你成佛不了了 成不了佛了 对 必须要入菩萨道 才可以终于成佛 就是这样 身为独觉的阿罗汉 他们也是入菩萨之连道 一模一样的这样子过来 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就是身为建道以上 独觉建道以上 大乘的建道以上 才有大乘的灭地 灭地就可以得到的 对不对 断出任何一种所断 烦恼战 或者是任何一种所制战 才可以得到一个灭地 灭地就是断出一些的所断 才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 当然是这样的 对灭地 那道地的话也是 真正的道地的话 所有的道都算不算是一个道地 不是 道地就是一个圣之道 才可以称到为道地 道跟道地的差别是什么 道的放愁比较大的 道地的话 上称的建道以上的道 都是算是一个道地 道地知道吗 地就是我们炎之法的地 事实的这个地 道地的话身为建道以上 那独觉建道以上 菩萨建道以上 这个道都是算是一个道地 那所以呢 灭地跟道地是真正的一个交斗者 那有点明显出来 它的就是能力 比如说举例来讲 真正的交斗者是谁 道地跟灭地 法宝 真正的法宝是什么 我们平常归三宝的时候 后面也有了 反正就是今天我讲 跟你们讲 你归三宝的时候 怀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去归三宝 知道吗 我应该是敬礼一下 向他敌烈 我相信他 从那里得到一些加持 消除我的业障 你这样的归一吗 这个肯定不是归一这样的归一 这是不对的 归一也是他的 我们确实是一个佛教的特不共的一个 是一个归三宝 对不对 但是外道头有没有归一 肯定有的 很多的教派 除了我们佛教之外的 所有的宗派 有了一个 完全是一个 中义的主张者 这样的一个宗派的话 几乎都有就是归一 归一不一定是佛教徒的 那佛教的归一是不共的是什么 归三宝 对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 我们除了归三宝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不会归其他的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佛教的归三宝 这上面加了一个 我们佛教都承许了一切法都是无我 这个见解 所以完全跟外道其他各种的宗派 隔开起来了 隔开起来了 完全是不一样的 明显地突出来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知道吗 那如果你有归一 只是你想说归一 大概都是外道头也有归一 对不对 他们归一的对积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去归一 对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般人想起来 归一的时候有奇妙的想法 知道吗 为什么 这个是我跟大家讲一下 归之两个字就是 依靠他的意思 由他来救护我 对不对 求救的 类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下雨的时候 趁着山 对不对 雨伞 这个山意思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归他 俗话讲的话 俗话讲的话 归他就是这个 原因是什么 你为了 你为了预防自己失神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称神 依靠就是这个山 你也知道相信这个山 没有完全有完全遮余的能力存在 所以依靠他 你知道吗 这个叫做一个皈依 对吧 皈依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奇妙的 通俗话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你透由他来就是你救自己 那救是不同的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你就是痛苦当中救度 冲炉会当中救度 暂时的我们就是恶度的时候救度 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救度 反正就是我们还是有任何困难的时候 还是有依靠别人而求救 这个都是第一个是相信他有暂时你从哪里救度 我相信他有这种能力 救度的能力 所以我依靠他 这个叫做一个皈依 对不对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皈依症就对了 你已经皈依了 对不对 一张卡就可以了 这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就你已经皈依了 皈依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事实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 学佛不要就是一个 并成为就是一个流于形式的 这是有点欺骗自己的感觉 确实欺骗自己 你真正的学佛 我们比如说归三宝的时候 这阶段所讲的强调的部分 我们平常讲说佛是实现救度者 法宝是一个真正的救度者 神宝是一个救度的主办 有这样的信任来去归他 这是真正的归 那我们法宝真正的救度者 意思是什么 佛宝是实现救度者 实现就是宣说的意思 直接讲的话宣说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不是说我们 现在来讲的话 释迦牟尼佛 有两千六百左右的那个年前 他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的话 现在我们这个时候 轮回当中的 现在欲界的众生 我们来讲的话 完全是黑暗的时刻 对 在吉田佛萨在入菩萨当中 许律当中讲的 晚上深夜的一个黑暗笼罩的当下 我们完全看不到自己前面的路的时候 深夜就一闪 一产生了一种闪电的时候 一唱那节 可以我们清楚看到前面的路 就是时间不长 一唱那而已 当下你一定要掌握这个路 这个一模一样的 比喻是什么 这个后面有了 我们这个可以看到 它指比喻是什么 融合当中的众生 佛的一个温省力 一段时间你就是打开你的眼界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你的前头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掌握出这个路线 一模一样 这个是时间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 自己分别的想法就有点怪 不然的话 你一闪电的话我们觉得 这个时间很短的 那轮回当中讲的话 我们就是很长的感觉 但是你三大RC七节来算的话 一闪电跟一轮回当中的那个过程 几乎都差不多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今生来讲的话 就是差不多的 那今生你从小有没有接受佛法 几乎都没有了 但是佛你自己个人的善的 完成所造一些的善的结果成熟了 那只遇到这个善法的时候 这个就是叫像是一闪电一般的 完全我们被无迷困住 黑暗笼罩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只遇到这个佛法 就是闪电一般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的解脱的看照大道 那时候一定要掌握住这个道 原因就是这个 确实如此 对 那佛宝我们归于法宝的时候 一定要相信 法宝有救度众生的能力 那法宝为什么叫做救度众生的能力 我们就看到我刚才讲的道次第讲的时候 甚至我们达到甚至道德境界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灭地 得到灭地的原因是什么 从开始现在你内心彻底断出热和的烦恼 开始就断出烦恼 你有断出烦恼的能力的时候 你从轮回当中 你从烦恼当中 不断地就是救度出来的 你自己的心跟烦恼就逐渐地远离了 对不对 这个叫做一个 从轮回当中救度 从烦恼当中救度出来 对不对 不然的话就是我们钓鱼一样的 不可能这样 对不对 那如果你就是一个绳子上面 就是可以钓鱼一样的这样钓过去的话 那就轮回当中几乎众生都没有了 已经空了 云什么 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直想要救度一切众生 但是我们众生是不乖的 对不对 真的不乖啊 我们听佛菩萨他们的 不听佛菩萨他们的教会 完全乖乖地听佛烦恼 烦恼的指挥 对不对 烦恼你 你叫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 非常乖的 那这样的话你跟相续的 你内心拥有的烦恼 就没办法离开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就是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面帝跟道地 它的道理上来讲的话 我们确实知道 那你自己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的 主要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你一定要修道 你自己修道 你自己有达到了一些的圣旨的境界的话 那肯定会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的 除了自己之外 另外一个人来你 就是来替你就是 救度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是佛神来就是 完全救你是不可能的 但是佛是一个实现救度者 是教导 怎么去思想 怎么去羞耻 有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告诉我们 那佛法宝就是一个真正的救度者 就是确实他有这种能力 不如正义的 我举例来讲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平常非常非常容易生气的一个人 动不动就恼羞成熟的一个人 可以啊 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的人 对不对 那他自己生气 自己成灰现实的时候 自己好可怜非常痛苦的 那我们以我个人的经历来做证据 我们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内心成灰现实的时候 你痛苦和快乐 你想想看 非常痛苦啊 对不对 生人家的气也是你真正很痛苦啊 所以这些的痛苦的当下 你由于成灰导致你受苦的当下 你从这个成灰的痛苦当中揪斗出来 谁有这种能力 安忍有能力的 你想想看这个道理 桌子也没有能力的 你爸爸妈妈也没有这种能力的 你的小孩也没有这种能力的 对不对 任何的人就没有这种能力 唯一的就是安忍 安忍它具有消除称灰的能力存在的 那所以我们从自己想要把这个称灰的深渊当中揪斗出来的话 唯一的方法你修安忍 你看这个道理在这 这是事实的情况 对不对 你看你从早上到晚上一直修安忍的话 今天就是成灰就不会现席了 他没办法 你的成灰 新相续的成灰就机会 没有得到机会了 为什么呢 完全是所有的这个地方都是一个被那个安忍占据了 成灰就没有办法离起来了 就是可以用修安忍来打压成灰 那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从成灰当中揪斗出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比喻举例来讲 你一天当中从早上到晚上 一刹那间没有产生了成灰的时候 今天有没有由于成灰导致所造成的溃柔 没有的 知道吗 就是我们五一五够的控制住吗 控制不住的 一定要有一些的道理来 一些的对峙来就是降服他 那这个最有能力的是什么 安忍 当然是我们佛部在上面 告诉我们说一定要修安忍的道理在这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的痛苦是从何而来的 怎么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举例来讲 贪婪之心现行导致所造成的困扰痛苦 全灰现行导致所造成很多的痛苦 灵色现行强烈的现行导致造成很多的痛苦 无名现行完全造成很多的痛苦 这样的一个贪婪去满意热和等等的烦恼 每一个烦恼导致带来给我们一个人的结局是真的是不好的 非常的下场真的不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从轮回 所以从痛苦的深渊一定要救度出来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之前也跟你大家讲过了 学佛是一个完全扎扎实实的去学习 不要就是空中的气球一样的飘来飘去 这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真的是不理想的 确实这样 你能想多少就多少 比如说我并不能说放下头刀立即成佛 这个不可能的 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 对不对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千里之习十余足下 一定要一步一步地改变 一步一步地改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啊 对不对 就像是一个大象一样的字 苹果的字的话 还是我们认不出它是什么字了 这样的前提基础之下 慢慢地就培养 幼儿少年 不断地去受教育 所以慢慢改变成以后就是 大学 博士 硕士等等研究所等等这样的毕业 你得到世界的这么至高的一个指挥得到的 这都是你一下就得到了吗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一个概念逻辑 你想想看我 我就是一岁 差不多十五岁 还不上学 我等 我的年龄 通年的人 他们就是上了研究所 大学的时候 我跟他一起去上学 就毕业一样的 知道吗 这个想法是错或是对 这完全不对啊 你怎么可能 你没有这个连基础没有的话 你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学习也是修行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的情况 不是说神神道道的 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喜欢这个神神道道的画 海森森楼啊 千大坡的城市啊 一些永远摸不着的 看不到的东西 讲的就是说一般人比较喜欢了 反正就是这个不是 佛法的内容是 眼睛看得到 看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五根师看得到 看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五根师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个 佛法上讲的话 非常非常的粗品的事情 这些的都是我们佛法的概念逻辑里面 讲的就是物质 微层所固成的聚合体 这是非常粗品的一些事情 五根师不能看到的 只以我们内心的正确的智慧来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对佛法的逻辑概念都是内容都是 里面谈的就是最维系的都是这些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这些东西一定要知道了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反正就是这个社会上我们很多的现象了 看到很多的现象 这样的话有一点点 美心自慰 心静下来去思维的时候有点欺骗自己 比如说往上你睡觉前 躺下来就是安静意的时候 你思维一下 你从以前到现在接触佛法 你认为是修习佛法 你修到哪里去 你慢慢地就想一想 你现在得到了什么 有没有智慧质量 那如果你没有智慧质量 现在还是对于佛法一窍不通 对不对 完全没有是一个方向感的 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 如果死亡无常面临到你的圣心上面的话 你如何去面对 你想想看 确实好可怕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总有一天嘛 总有一天就是一定会发生到 我们自己的每个人的身上嘛 对吧 那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怎么去思想猜对 大部分人完全不知道 那还是我们好可怕的就是 你看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年龄 我们还是认为是 我还是年轻的感觉 也许这个好的了 比如说开心嘛对不对 就是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 这个不是笑话了是实的 我们在斯拉斯一个 格西 他是我们一开始 他是1995年到印度来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年龄多大 对 我开始我们一开始出家的时候 他差不多年龄五十七岁了 那他已经去世了 所以叠他名字没有问题 对 那那个老格西是 这是很奇妙的 我们也猜测不了 很多人认为是他有一点不一样的人 但是我们不敢 批评 所以猜测 但是他是 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的宿舍里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 一网 还有一些的什么 反正是生活 简单的一些的 一些的条件而已 除了这个之外 什么都没有 他也常常就是开开心心 慢点笑容 面对所有的人 他每天都就是跟自己童年 不会跟着 跟一起走的 休息 我们大殿里面修法的时候 他肯定是排在前面嘛 老格西他 他是老格西啊 他每天都最后面 跟小孩一起住 纠缠 是讲也不停 谁讲也不停 他就反正就是他每天都坐在 跟小孩一起住在一起了 那有一天我就好奇 跟他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就是跟太太的 就是你修法的时候 你就老格西啊 一定要跟老格西一起 住在那里 为什么你后面那个小孩一起住啊 他说不开心了 左边看右边看 都是老头子 心里就非常不开心的 那跟小孩一起住的话 是吧 左边右边都是小孩 自己也感觉也是乐观 非常 就小孩一样 就类似这种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自己的年龄 每一天一定要警惕自己 提醒自己 你现在年龄到了什么样的年龄 这不是说 这个不会就是威胁自己的 反正就是你体会到自己达到了年龄 那你最起码你现在活多久 你算一算 就我们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达到一个是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话 那你剩下的生命就差不多三十二十左右 最长的算的话 那还是好可怕的就是 还是我活着几千年能活的感觉 每天都想尽一千万万来 我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做事情 所以我怎么去 所以出去了什么东西 生活的条件 所以每天都搞这些的东西 知道吗 那自己的所需是什么 没有想到 这是好可怕的 所以把握当下就是我举例来讲 少年也是少年时代的感觉 中年也是中年时代的感觉 老也是老年时代的 但是我们自己已经老了 认出老 所以一定要准备 对不对 探究坏心嘛 即将我就是死亡 我才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我如何面对 我现在有没有把握 一定要思维 真的很好 知道吗 所以骗自己没有用了 对 最好的就是 就是时时时刻刻都就提醒自己 生命是一个无常的提醒 永远都是改变的 什么时候 签证到期 我们谁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警惕自己的话 还是执着 弥足 琐碎的事情 还有下降了 所以比较少 执着这个世俗的一个事情的执着 就比较少了 那这样的话 你的心就是越来越单纯下来 静下来 清净 沉淀下来 这样的话 你修习的道路上 几乎不会出现了很多的学习的障碍了 不然的话出现了很多学习的障碍了 对不对 你学佛跟做琐碎的事情选择的时候 当然是赚取选择为主 对不对 那不重视学佛的时候 这个事还是有我们少年时代的看法 开玩笑 好 OK 那我今天讲到这 以此福德怨证佛子信 相抚烦恼怨敌至过坏 生老病死胸游至不大 愿动众生血脱龙毁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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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